大家好,这是用SedTalker AI生成的,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是我用SedTalker生成的AI主播,这个系统可以取代文字生成图片的Dolly Lead Journey和生成虚拟主播的DID。 本视频给大家介绍和演示如何部署和使用它,这是我笔记本的配置。 安装部署涉及到Stable Diffusion的安装、Laura模型的安装、安装SedTalker扩展和其他扩展的安装。 这次还演示基本的使用方法,如文本生成图像、图像生成虚拟主播等、图像到图像功能。 那么,先安装Stable Diffusion,这个系统支持Windows和Linux的安装。 Windows下要安装依赖有Python 3.10.6版本、Git、Npeg和Stable Diffusion外比。 Linux安装比较简单,复制粘贴这些命令到控制台,执行命令就装好了。 这次主要介绍在Windows系统下的安装过程。 首先,安装Python,注意版本一定要3.10.6。 进入官网下载Windows版。 我用的是64位版本。 下载后,一步一步安装即可。 接着,安装Git,进入官方下载页面。 下载Windows版。 按提示安装即可。 下一步,安装FuPack。 从官网下载对应程序。 我的释放到了C盘,改名成FuPack。 并把这个路径添加到系统路径变量下面。 接着安装Stable Diffusion外比。 直接在自己的用户目录下执行GitClone命令。 把文件下载到本地。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就不再执行了。 执行结束后,执行启动命令。 WebUser批处理命令。 当出现127.0.0.1冒号7860时。 在浏览器输入此地址,能进入页面。 说明安装Stable Diffusion成功。 Laura模型的安装,除了系统自带的默认模型。 我还选择了Chilot Mix-A9训练模型。 这个模型对亚洲人的刻画效果是比较好的。 但是是NSFW,注意使用场合。 进入官网,下载Chilot Mix-A9模型。 并放到Stable Diffusion Web Remodel's Stable Diffusion目录下。 进入Laura模型社区,有些地区需要使用代理访问,找到自己喜欢的Laura模型。 我选一个国风的Laura模型。 把下载好的Laura模型库,将其放到Stable Diffusion Web Remodel's Laura下面。 它的每张图片都附带了生成图片所需的各种配置信息。 根据相关模型和推理参数,就可以用Stable Diffusion WebWe在本地个人电脑上用显卡生成图片。 HitKate 保存你选定图的提示词,promise,以便在本地让AI生成它 安装SetTalker扩展,这个扩展类似DID的功能 用来生成虚拟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录到Stable Diffusion页面 把SetTalker的安装URL复制到安装选择框 点击应用重启完成安装 最后下载Checkpoint和Gen进入官网 把这10个文件都下载下来 其中有两个Zip文件需要解压缩 我这里还安装了管理模型权重的扩展 Additional Networks的扩展 MOVR MOV扩展和中文支持扩展 安装同SetTalker扩展 都是通过URL安装的 下面演示常用操作 第一 文字生成图像功能 通过输入文本Prompts提示词来生成图像 提示词用英文 英文不好的小伙伴可以先写出中文 翻译后再复制到提示框中 这是个生成风景例子 我让它生成池塘中盛开的荷花 下面参数可根据自己需要调整 选择不同的模型或不同的方法等 第二个例子 生成人物的例子 把刚保存的国风的模型提示词 复制到提示框 根据提示会产生不同的人物型形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如想固定人物形象 可输入人物的种子 及C选项 进入Sight Talker页面 选Lope from txtrimg 把刚生成的图片装载到Sight Talker页面 选择要读的音频文件 点击生成按钮 过几分钟就生成好了 点击看一下效果 大家好 这是用Sight Talker AI生成的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好 这是用Sight Talker AI生成的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第三个图片 第三个图片生成主播的例子 选择一张图片 选择一段音频文件 其中有些可以选 如修复面部 生成全图等 点击生成 过几分钟后完成 点击查看效果 这是用Sight Talker AI生成的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是用Sight Talker AI生成的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Ubuntu 22.04版 升级到23.04版的全过程 Ubuntu 22.04是不能直接升级到23.04版本的 图像到图像的处理 视频到视频的处理 大家自己探索吧 常见问题处理有以下几个 1.Stable Diffusion WebWe 是一款能够在本地运行量产 AI绘图软件 内存不能低于16G 显卡要求至少Maxwell架构 2G显存的N卡 2.Python的版本 注意版本一定要3.10.6 3.安装依赖时 有些地区需要使用代理 4.Module Not Found Error问题 需要根据提示 手动安装模组 5.安装过程中 Error could not find a version that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 torch问题 需要手动安装依赖 6.Stable Diffusion运行时 如果启用代理会 发生错误 如果是中国用户 请关闭代理 如VR,Ray,N等 到这里演示结束了 如果我的视频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希望您能订阅 点赞 评论 让我有继续创作的动力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